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s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新HSK五集全真模拟测试题集 是为准备参加新汉语水平考试五集的考生编写的辅导书。 配套录音录有十套全真模拟试卷的听力模拟试题。 还录有新HSK大纲第五集1300词分类词表的内容。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新HSK五集模拟试卷第四套听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五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五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五级考试。 HSK五级考试分两部分,共四十五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二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服务员,请问卫生间在哪儿? 厨房间左转,一直走,过了柜台右转就是了。 卫生间在哪儿? 二 114吗? 请帮忙查一下彩虹饭店光明路店的电话,不是建设路总店的。 好的,请记录。 88667521 男的在查哪里的电话? 我们单位的人才竞争很激烈,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看开点吧,工作也不是生活的全部,过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男的主要是什么观点? 四 您好,请出示您的驾驶执照。 对不起,我是新手,不小心闯了红灯。 这是我的驾照。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五 张经理在办公室吗? 我刚找他签完字,应该在。 哦,对了,他九点有个会,说不定现在去会议室了。 张经理马上要干什么? 六 您请留步吧。 这是给您家人带的小点心,我亲手做的,请尝尝。 慢走。 女的在干什么? 七 那边有个山洞,咱们过去看看。 快走,我身上出的汗都像下雨一样了,洞里边一定很凉快。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什么时候? 八 常常常我买的饼干,进口的。 进口饼干有什么好的? 运输时间那么长,肯定不新鲜了。 你看,这饼干都碎了吧? 关于男的买的饼干,可以知道什么? 9.我听说王林一直追求李莉,成功了吗? 你这消息也太落后了,他俩都谈了一年了,不过现在吹了,只是普通同事了。 王林和李莉现在是什么关系? 10.这次世界华冰邀请赛,女子丹仁华,谁得了冠军? 是个美国运动员,叫观影山,一听着名字就知道是个华裔。 关于观影山,可以知道什么? 11.千万不要用你的生日当信用卡密码,这样很容易被别人猜到。 那怎么办?别的号码我都记不住啊。 关于男的的信用卡,可以知道什么? 12.尤其二号女嘉宾上场。 大家好,我叫秦荣荣,北京人,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 男的可能是什么人? 13.王大夫,这次多亏您帮我。 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救人是我们的天职。 再说,你的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女的是什么语气? 14.小王新买了一辆摩托车,看得我心里也痒痒的。 打住,就你那点工资,给儿子交幼儿园学费都不够,还是别想好事了。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15. 昨天请老王一家试你结的账,得花四五百吧。 四五百可不值,那家饭店挺豪华的。 男的请客花了多少钱? 十六。 我觉得应该先调查一下市场情况,然后再讨论我们的生产计划。 就是嘛,不了解市场需求,计划也是瞎计划。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七。 你和公司签劳动合同了吗? 签了,其实签不签都无所谓,我也就准备临时在那儿干两天。 男的是什么意思? 十八。 小李头脑灵活,特会处理人际关系,领导都很喜欢他。 他也太灵活了吧,前天我还看见他给王经理送礼呢。 女的对小李是什么态度? 十九。 我和别人闹矛盾,我爱人不但不帮我,反倒替别人说话。 哪有他这样的? 他不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 男的在干什么? 二十。 我把儿子申请留学的事委托给老张了,他说自己有经验,一定能给我办成。 未必,老张那个人我太了解了,做任何事都谈报酬,讲条件,你怎么能相信他呢? 老张有什么特点? 第二部分,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都几点了?你怎么还在睡觉? 别吵了,让我再睡一会儿。 你不是九点要去体育馆看决赛吗?还来得及吗?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现在大约几点? 二十二。 你喜欢什么动物? 大象。 它长长的鼻子,大大的耳朵,看起来笨笨的,很可爱。 大象可不笨,它经常帮人类干活。 我是说看起来嘛。 女的为什么喜欢大象? 二十三。 你看,明天的报名工作还需要准备什么? 再准备一些文具吧。 明天报名的人应该挺多的。 对了,别忘了准备一些胶水和剪刀。 胶水和剪刀? 为什么要准备这些? 报名的人不是要贴照片吗? 为什么要准备胶水? 二十四。 小姐,结账。 您一共消费了一百八十元。 好的,请开张发票。 这是您的发票。 请慢走。 欢迎您下次光临。 对话最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二十五。 听说你前一阵子去云南旅游了,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 我们不仅欣赏了美丽的风景,还体验了丰富的民族风俗文化。 那也一定品尝了很多美食吧。 那是当然了。 对话中没有提到下面哪一项。 二十六。 你猜,世界上最轻又最重的东西是什么? 最轻又最重的东西? 不知道。 哈哈,是影子。 最轻是因为影子没有重量, 最重是因为谁也搬不起来。 是这样啊。 男的和女的在干什么? 二十七。 听说你准备离婚了? 对,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 坦率地说你这是在逃避责任。 这个谈不上吧,是她先提出离婚的,我们只是不相爱了。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八。 论文的提纲写好了吗? 明天就要讨论了。 我正在修改,改好了就发给您。 发到我新的电子邮箱吧。 旧邮箱,空间已经满了。 好的,麻烦您写一下新邮箱的地址。 女的怎么把论文提纲给男的? 二十九。 早上,一个男的在公交车上劳打喷嚏,传染上我了。 你是不是穿得太少,着凉了? 哪有,我今天穿的是最厚的那件羽绒服。 那你快找点感冒药吃吧。 女的怎么得到感冒? 三十。 大家对这次的奖金分配计划有什么意见?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只是分配原则。 具体的分配方案能不能再公开透明一些? 对分配原则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倒是没有。 关于奖金分配,女的想知道什么? 第三十一到三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天,儿子从幼儿园回来,向父亲报告幼儿园中的新闻, 并告诉父亲他有一个重要发现。 什么发现?父亲问。 苹果里藏着一颗小星星。 儿子说,父亲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会呢? 儿子拿出一个苹果,拿起小水果刀,认真地向父亲展示他的发现。 他切开了苹果,但不是从底部竖着切下来, 而是横着把苹果切成两半。 儿子把切开的苹果放在父亲面前,说, 爸爸,看!多漂亮的星星! 三十一 儿子发现了什么? 三十二 父亲的态度是什么? 三十三 儿子切苹果的方法是什么? 第三十四到三十六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件事就发生在上次我们全家一起去甘肃教英语期间。 那个星期中间几天,我和丈夫都生病了,无法继续上课。 我的两个大孩子就接手此事,计划好他们自己的课程。 不仅上完了课,每天课后还组织独立的活动和游戏。 这让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训练他们如何安排好英语课程或组织学生团体活动。 然而,他们年复一年跟在我们身边,观察到了我们怎样做这些事。 一旦机会来临,该他们站起来挑大梁承担教学任务, 他们就主动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克服自己的不安以及缺乏经验的问题, 让我们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高兴。 三十四 我和丈夫为什么无法继续上课? 三十五 孩子们在课后做了什么? 孩子们在课后做了什么? 三十六 孩子们为什么会教课? 第三十七到三十九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早在两千多年前,一种和现代羽毛球运动很像的游戏就在中国、印度等国出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士兵将在印度学道的这种游戏带回国, 作为饭后的娱乐活动。 现代羽毛球运动产生于英国。 1873年,在英国的一个叫博明顿的地方,有一次上层社会聚会。 聚会上有几个从印度回来的士兵向大家介绍了一种隔网用拍子来回打球的游戏。 人们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因为这项活动很有趣味,很快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 博明顿也就成为这项运动的名字。 到1893年,英国成立了14个羽毛球俱乐部。 三十七 现代羽毛球运动产生于哪个国家? 三十八 这个印度游戏是什么时候传入英国的? 三十九 羽毛球的英文名代表了什么? 第四十到四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当产量高又不容易生病的土豆传到法国时, 法国农民并不感兴趣。 为了提倡种这种新型土豆, 法国政府花大力气宣传, 然而效果却不好。 于是,有人想了一个办法, 在各地种这种土豆的地里安排士兵保护。 周围的农民都觉得奇怪, 趁着士兵不注意的时候, 不断去地里偷土豆, 然后小心地把偷来的土豆拿回来研究, 种在自己的土地里, 看这种土豆和普通土豆到底有什么不同。 一个季节下来, 这种土豆的优点得到了农民的肯定。 它也成为法国农民最欢迎的农产品之一。 四十 关于新品种土豆可以知道什么? 四十一 政府为什么安排士兵保护土豆? 四十二 新品种土豆后来为什么受到了法国农民的欢迎? 第四十三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制定适当的学习计划是大有好处的。 首先,计划是实现目标的保证。 通过计划合理安排时间和任务, 就会使自己更容易地达到目标, 也使自己明确每一个任务的目的。 其次,制定计划有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 按照计划学习, 能使自己的学习生活步骤明确。 该学习时能安心学习, 该玩的时候能开心地玩。 所有这些逐渐都会形成自觉行动, 成为好的学习习惯。 最后,制定计划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减少时间浪费。 合理的计划安排能使你更有效地利用时间。 你会知道多玩一个小时就会有哪项任务不能完成, 这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影响。 有了计划, 每一步行动都很明确, 也不用总是花费心思考虑下面该学什么。 43.计划和目标有什么关系? 44.制定计划为什么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45.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什么? 45.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什么? 45.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45.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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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这段话主要讲的是什么? 47.我看正在一起, 我会知道这段话主要讲的说明一段话主要讲的。 啊, 我会听起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